可以去注意一下 还有一个元宇宙 但是元宇宙这个东西就 我认为元宇宙 脸书提出来的这个元宇宙 不会比电动车的力道强 反正是电动车的力道 我觉得电动车的力道 会相对强很多 那元宇宙就是你带个一个东西 可以虚拟实镜 对嘛 现在带的是一个比较立体的 而且可能是灰色的VR之类的实镜 但是你如果绑上红布 就是观落音 太实镜了 对 那观落音也是立体的 那实镜也是立体的 就看大家怎么看 所以说我觉得电动车 比较有机会 嗯 了解 对 然后知道 电动车那一个 特斯拉的老板 不要讲名字了啦 好 你知道他的财产限到多少吗 2800多亿美金 他比Nike的市值都会好高 是台积电市值的一半 好夸张喔 对啊 真的是互可敌果嘛 对啊 对啊 所以说他未来不是只有车子 他是一台电脑 那马斯克现在正在是 做一个东西啦 就是你的车子如果加入某一个系统 未来的某一个系统 那你的车子在车库里面 你如果接收他的系统 他就可以当做Uber一样 就算你人在睡觉 他可以自驾车把你的车子 附近有人要叫车 像Uber叫车 他会把你的车从车库叫出来 无人车控制之后 叫出来之后 让你坐上那台车 送你到原来的地点 就一个无人司机吗 对 无人车 那你在家里睡觉 那个车子就会这样子跑 帮我赚钱 对 帮你赚钱 然后他说像他一台车 Model X的话 他好像Model 3 一台是三万五千块美金 那运用这个系统 你加入之后 预计可以帮你一年 创造三万美金的利润出来 感觉科技感十足 对 所以说 未来电动车的机会 一定还是很大 多参考这些指标 没错 那今天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拜拜 谢谢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 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拜拜